二次節氣中的大薯就快到了 到時候可能會更熱 而且很多人現在是不只是冰淇淋 因為有超商是新推出了 和手搖飲來聯名 把手搖飲變成冰沙 人際飲品變身小冰杯 茉莉清香和綠茶混搭 還有焦糖 脆力增添口感 以及紅濃茶歐蕾口味 要吸引奶茶控 曾經就是下午吃一次 到晚上下班又再吃一支 一天大概會有一次 尤其是下班以後 就會特別熱的時候 全家超商觀察 近期天熱冰品 銷售業績增加一到兩成 還有限時三天 用指定支付雙麒麟買一送一 其他超商也要搶攻 7-11指定冰品第二件六折 或是酷盛時買一送一 更觀察到溫度每攀升五度 業績就會增加一到兩成 藍爾富推布丁風味雪糕 以及多種冰品優惠 還有OK超商 牛奶雙麒麟會員價19塊 星巴克更和Blackpink合作 推出新冰了 只是天氣熱 大衛福部也統計 7月至今熱傷害急診人次 已經達到600人 相較去年高出1.6倍 新竹縣就有兩名外送員 中午跑單頭暈擦撞自摔 還有人在廚房洗碗也發生中暑 另外也有人力銀行調查有高達9成勞工希望制定高溫價 而針對戶外工作有96.1%認為應該有高溫津貼 每個月至少補貼2306元 勞動部雖然有制定指引但沒強制性 對此勞動部職安署長說高溫價在國外非常少見 會持續蒐集相關國內外資料 特別新聞 晚上張惠仙 台報道 想看最完整的新聞內容 記得下載TVBS新聞網APP